尖叫聲不斷 大批警力包圍抗議民眾雙方扭打成一團 眼看情況不對 想逃跑的示威者也被外圍警察通通攔下 這場警民衝突 竟是因為環保示威活動引起 德國西部小鎮 盧側拉特抗議柏林當局核准能源公司 萊茵集團 為開採核媒資源拆除當地農村 就連瑞典環保少女童貝里也前往聲援 指責德國政府舉動 只不過面對烏二戰爭後 歐洲爆發的能源危機 當地政府急於尋找替代管道 不得不重返化石燃料 除了重啟燃煤發電 天然氣工程也有新動作 總理肖子親自轉動閥門 德國第二個浮世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正式啟用 德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短短一個月內火速落成兩座接收站 足以見得當地能源政策急迫性 緩解缺電缺氣危機之際 也加快擺脫對惡能源依賴 近新聞 高玉婷 周慎文報導 微可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同性數據尋找民衛替集團 перв 歐洲WORLD 三雲 市場